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个名字叫做Netbook 现在这个竞争还是非常火热的一个竞争 我们从它的当初怎么开始 来介绍这个Mini Notebook的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Mini Notebook是小的笔电 但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最强调上网路 所以叫做Netbook 一个Book是专门最适合上Internet Netbook 那么它重量小于一公斤 开始的时候 萤幕比较小 七寸八寸 但是后来 这个Acer 推出来比较大的萤幕 比较受欢迎的 即使是Mini Notebook 大家还是希望萤幕不要太小 因为萤幕小的话 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上Internet的时候 一定要左边移右边移 因为右边东西被切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移过来 所以这一点非常不方便 所以说这一点是这个ASUS 出来的时候 小折小矣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方便 所以说Acer出来的萤幕比较大 是获得比较大的回响 那么它小笔电就是要让人家 攜带方便 Easy to carry around 这是一个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那么很容易上Internet 因为我们现在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要随时随地上Internet 去抓信或者是发信 或者是到Server上抓自己的这种资讯 Retrieve and respond emails on the go 在行动中随时立刻连上网 那么价钱呢 一万五千块钱以下 它第一次推出来的是先上日本市场 那个日本对这个迷你笔电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疯狂 认为是自iPhone跟Wii之后 最受欢迎的一个电子产品 那么ASUS是全世界最先推出来 这个Netbook 它把它叫做EEPC 2007年的第四季推出来 一下子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东西棒得不得了 Knuck out 就是像拳击比赛上一拳打 把对方击倒到地 这么样子威力大的一个新的产品 到了2008年的7月 差不多半年之后 有个日本的店三天之内就卖了两万台EPC 还要在排队排很久 登记货到了之后才能够交给你 所以是盛况空前 所以ASUS这一仗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在2008年的前八个月 ASUS就卖了250万台的EPC 所以是非常的成功 那么ASUS这个正规的Netbook的销售量 预估是150万180万 在第三季2008可以买的这么多 在2008年的8月的Revenue达到25个Billion NT 所以这个说的看起来都是非常正面的好消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在2008年的年底的话 看到或者是第四季 看到前三季的这些成绩的话 你应该会去买ASUS的股票 那么先看了Netbook的最先推出来的素质 看看其他的Notebook的这个业者在干些什么 全世界现在第一大品牌 Notebook品牌 在全世界Worldwide PC Market HP是最大 HP当初是merge了这个compact 当时在HP造成非常大的一个debate 因为HP是都是做比较高级的innovation 那么很多人认为HP不应该缴获到这个利润 已经很低的PC market 像IBM都退出这个PC的market HP还勇敢地跳进去 当时她的executive Filarina 一个女士 是从AT&T做consumer product开始 这个executive 到HP她就立主要去并购compact 她要在量上冲第一 所以在HP里面增值得非常大 连HP当时的老板的第二代 都起来反对她 但后来险胜过关 并了compact 那么后来HP也把这个Filarina赶走了 那么可是事后看起来 它确实是HP变成是世界 这个量敌大 这个也说不定Filarina这个措施 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HP呢 也推出了netbook 在2008年的end of June 6月 可是HP的这个mini netbook 在市面上不是怎么样的 所重视 那么全世界的mini notebook 这个netbook 就是双A Asus跟Acer最有名 那么稍微贵一点 因为它的品牌比较大 一万七 也一天里面也卖掉 表示说这个产品是对的 谁出来了之后 都能够卖得很好 这个第二批出货的 也很快就卖掉 再看看Acer Acer的netbook 它的名称叫Aspire One 到了2008年的7月 才上日本市场 这个Asus比它早了 差不多六个月 可是它的卖法 是跟Asus非常不一样 它是透过电信公司去补贴 现在所有卖IT的产品 都非常需要考虑 透过电信公司这个channel 因为传统的卖IT的那个channel 这个剥削太高 所以说 施政人士讲说 任何做PC的厂商 在美国市场都赚不到钱 因为美国的retailer 把持的太凶 所以Acer这一招非常的厉害 只要你去sign up 这个三年的榜约 每个月 你保证要花5000块日元的电信费 那么他就拿3000块台币 就给你一个mini notebook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抢手 在外面还要排队才买得到 一出货来就卖光了 所以有一点物以稀为贵 所以这个电信公司要大家绑三年的约 那么就送一个 当这个礼品来送 就像是手机一样 同学很少自己掏钱去买一个手机 都是跟电信公司绑约的 所以手机是透过绑约卖 现在这个IT产品也要透过绑约卖 因为电信这个channel是很庞大 很厉害的channel 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用行动通讯 所以每个月一定会缴行动通讯费 那我既然缴 那我何不就找一家绑个约 那么就会得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那么Aspire One 它预计在2008年 可以卖掉700万 那个Asus你看在前八个月卖了2.5个百万unit first in month 2008 那么2008这一年还有四个month 你四个month还能够卖多少 再卖两个 两个million 就是4.5个million 可是Acer它就认为 它从7月才开始 2008年7月才开始卖 它预计可以卖掉 700万台 所以说这个数字是比Asus大很多的 后人发先人质 它比Asus晚半年 还能够号称要比Asus卖double 怎么回事 Acer的strategies to increase its market share in Japan 它要把它从第八名提升到第五名 它就非常积极地在打日本市场 那么现在这个netbook就是双A在竞争 那么你们看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对这个Asus跟Acer你有些什么样的猜测 假设我们现在的时间点停在2008年年底 12月 Asus是首先开创EPC这个innovator创新者 那么Acer是跟在后面学的 可是Acer跟Asus的通路是不同的 那么Acer认为它可以卖 比Asus多得多 那么因为这个文章写的时候 还没有到2009 等一下我告诉大家 2009年第一季的时候 Asus就宣布2008年第四季 它Lose几十亿台币 这么成功的一个产品 这么全世界创新的一个产品 一出来如此之叫做 怎么竟然让Asus在成立19年以来 第一次亏钱 What's going on Announce一个这么成功的 一炮而红的一个产品 竟然亏钱 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讨论了为什么 Del是全世界第二大PC品牌 那么他也说 他也要去offer一些netbook的model 可是Del大家也没有什么样子重视它 还是Azer跟Asus的天下 那么他的Del Inspiron 910 由Lighton光宝代工的 会被available in September price of一万一千 就大家都朝着台币一万块钱去接近 我们看看日本的三大日本品牌 NEC Fujitsu 这个字打错了 F Fujitsu Toshiba 他们呢都没有说要去做netbook product 因为他们有点看不起这个netbook这个东西 觉得它什么简陋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去分析日本人的心理 他们三家的那个正规的notebook 最便宜的model都要两万块钱台币以上 现在这个netbook要趋近于一万块钱台币 一万五以下的一万块台币 这个日本人这么想 Japanese vendors are always proud of their functionality and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他们都是高品牌 高品质 这个高性能 就往那个高的上去走 就看这个东西是往低的上去走 有一点不屑 They are good at scaling They are not good at scaling down 就是他们不善于去把东西做简化一点 做小一点 做便宜一点 他不善于去往下走 他都善于往上走 拼命给你很多很多的功能 就挤在里面 号称他的性能多优越多优越 所以Japanese engineering要追求那个最高级的东西 那Japanese people 他们也追求最高级的品质的quality the product 他们的product quality要求很高 所以这个往下走的 是他们不适应的东西 这三家都反应非常的慢 They don't like to see Netbook jeopardizing the existing notebook sales 因为买的这个便宜PC 对他们这个正规的notebook 是会有影响 所以他们这个不热烈的回应 这个netbook这个竞争 好 这个就牵涉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 就我们台湾的厂商会一向的就在做代工OEM 所以我们OEM就想到怎么样做的便宜 怎么样做的便宜 怎么样做的便宜 我们一直在push怎么样做的便宜 那么国外的厂商下单跟我们订货 现在的情形都是 就是我们自己把它全部东西都做好了 问国外厂商 你喜欢这个model 你喜欢这个model下多少个 我帮你做 所以说这个design ODM design都已经台湾厂商design了 那么 因为我们善于cost down 我们也会design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design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叫Netbook 那么ASUS 今天它自由品牌 Acer也是这个自由品牌 所以他们就敢推出自己的东西 那么ASUS跟Acer还有一个差异 就是Acer的notebook市场比较大 ASUS的notebook市场比较小 所以它敢去做这种创新 对它的notebook的业务 伤害是比较小的 notebook的业务越大的 越hesitate去推出这种netbook 因为便宜的那个notebook卖了之后 这个贵notebook就会受影响 那么reality是什么呢 reality就是当有个替代技术出来了 替代的产品出来了 becomes available 而这个替代的技术 替代的产品 消费者喜欢 消费者非常的乐于接受这个新产品 那么制造者就must embrace it 拥抱它 要欢迎它 接受它 no matter if the existing products will be replaced 你就不能够想着说 这样这个东西对我的既有的产品 是会有一个伤害 所以我就一直筹注不前 这最好的例子 就是intel intel的andrew group写的书里面 因为他们从286386486 一直在upgrade上去 其实它这个386 还是继续在卖的时候 它就486出来 就face out它的386 它的486还是在卖的时候 它的更新一代的cpu就出来 就是你必须持续不断地 隔你自己产品的命 如果你不去隔你自己产品的命 别的厂商就要来隔你产品的命 你宁愿是 这个钱还是在你自己公司里面 所以你不要说 这个产品现在还卖 还有的赚 那我们就等一等 可是你等的话 竞争者就出来了 所以你一定要持续地跑在前面 永远要不怕 去隔你自己产品的命 那么你有那个notebook的revenue 你不愿意netbookrevenue来影响到你的notebook 所以你就不愿意做事情 这个时候别人家的notebook就起来 还是一样的会去侵害到你的notebook的市场 所以这个筹注不前是错误的 那么日本的这个mininotebook的市场 到底有多大呢 2007年卖了72万台 因为刚刚才开始 因为在2007年 那个第四季ASUS才开始 预估2008年可以 1.3个million 应该不止这个数 Estimated to occupy 9% totalnotebook market in Japan Acer都卖不止这个数 好 那么全世界对于这个notebook的市场是怎么样 大家预估啊 今年2009年 它可能要占到全世界notebook PC的五分之一的市场 每五台notebook卖掉就有一台是netbook 四台是regular的notebook 林百里也不怎么样子欣赏这个mininotebook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regularnotebook的代工大宗 它做非常非常多的notebook 这个netbook是新来的玩意儿 Don't think mininotebook会去伤害到regularnotebook的sales 认为呢 它打个比方 它说notebook像汽车一样 mininotebook像摩托车一样 那么摩托车的销售再怎么样 也不会去影响到汽车的销售 因为你家里有需要汽车有汽车 你要买摩托车再买摩托车 那个汽车跟摩托车的用途是不同的 所以说林百里不觉得这个netbook会去影响到notebook的市场 你接受林百里的这个看法吗 你觉不觉得他林百里说的对啊 但是很觉得他说的对 为什么 那个notebook就是一个最完整功能的这个一个东西嘛 就是你要做serious的business的应用啊 你为什么不买那个netbook 就觉得说功能不全啊 不如这个这个notebook是一个完整的功能的 这一个一个计算机 那么事实上就是说全球的notebook 也还可能继续成长 但是它的成长会比没有netbook来的小 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可以接受了这个netbook 他本来必须花两万多块钱才能有个notebook 现在他一万多块钱可以了 当然没有这个一万块钱的东西的时候 他必须就花两万钱去买一个的notebook 现在他只要花一万多块钱就可以就停住了 所以说应该是会有影响的 只是影响大小而已 因为在有些人他本来是 是花太多钱去买那个notebook 他其实用不了那么多功能的 像我这个做老师的 我买了一个notebook 买了一个最高功能的notebook 其实是浪费 因为我的notebook 我只是去做一下powerpoint 上课带来做presentation 所以我用不到那么多功能的 所以尤其那些商人 老板到哪里去带个小notebook 要播presentation的话 就把notebook一插 就做报告 你做sales做报告什么的 就有的就够了 你那么多的processing 不是在那个notebook上做的 不是在那个netbook上 是在你公司上做的 那么所以人家就定位这个netbook 是你家里的secondnotebook 就是你完整功能也有一个 这个便宜也有一个 当你要携带方便的时候就带这个 当你要做series的事情的时候 就用了一个 那么全球netbook shipment 会预计到5000万台 在2009年 所以说还是一个成长的 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事情了 为什么mini notebook会成功 这个东西成功里面 很多人买很热闹 你要去探讨后面的原因 从这个产品的成功里面 学习到一些经验 这才是科技经营典范 在下一次你才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才会创新 才能够成功 所以要从这个商场上的很多公司很多的产品 很多的竞争的事情 事件中去学习到经验教训 作为你未来你进入商场 你要做决策的时候的参考 好 这个netbook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因为它看起来跟个 regular notebook没什么差别 works fine as regular notebook 它的一些主要的功能跟notebook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除非你是一个heavy user 你才会觉得这个netbook是不够 and costs much less 就是比较便宜 假如你假如不是那个heavy user的话 这个东西够了 那么最主要的 最essential的functionality是什么呢 我们买个东西 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要可以收发email 就是让很小 easy carry around 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发email 这个netbook做到 要不可以在上面写email 现在的那个手机 gmail稍显不方便 简讯的按那个东西也不方便 你就能打几单几个字 发个email用手机发那就太难了 那么word powerpoint 这个office software都有 那么要是再加上个这个 可以上网browse internet的话 差不多有emailoffice 跟上网browse internet 差不多很多人就满足于这个功能了 所以一个netbook给我们这个东西的话 它已经可以满足 也许八九十人的需求了 所以说这个netbook出来才这么轰动 那么另外一个从需求者来看的 这个消费者Fed up with 就是被塞满了 太烦了 火大了 被你们塞的 像田鸭子塞的什么呢 push to spend too much money to buy a lot of unnecessary functions 我花了一大堆钱买了这么贵的东西 可是里头很多功能 我是根本没用的 你家里的旧的那个VCR录影机 你还不就把个袋子放进去 play rewind stop function 就这样子 谁家会去这个pre record 365天以外的一个几点钟的节目 没有人去搞那种事情 那里头很多很多的功能 其实大家都不会用的 那人家在讲个笑话说 绝大多数人家里的VCR 那个时钟都填在12在闪的 就那个clock停电之后 大家已经忘掉 不知道怎么去reset 它的clock 所以这function大家不会用的 很烦的 太多function 那么我们为了那些function 而又付了很高的钱 今天ASUS来解救我们 所以你们不需要那些function 就不需要付那个钱 还有一个 这个Netbook受欢迎的原因 就是以前是每一个家里 一定要有一个PC 现在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都要有自己的PC 因为晚上儿子也要抢PC 妈妈也要抢PC 女儿要抢 爸爸要抢PC 不行啊 一个PC不够了 人人都要去抢个PC 那么抢个PC干嘛 还不就上网吗 所以买个便宜一点的 那你人小也不做什么大的事情 这个Netbook够用了 所以现在家家每个人都需要PC 真的是要personal 那么还有呢 就是你可以有两个PC 你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高功能的PC 另外一个简单型的 你需要买两个吗 你另外那个PC 用了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 你要再去买一个很贵的吗 那个东西还是可以用 那么你就买一个这个小的 一个notebook 一个netbook 所以现在有这个netbook的人 往往是他还有另外一个notebook 所以说这个新的产品出来 是有这些吸引的地方 那么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大家都欢迎这个netbook 你认为这个趋势未来会发展是什么样子呢 日本厂商反应非常的慢 美国厂商成绩不怎么好 因为他们俩是第一大第二大的notebook的 的这个的brand 所以他们大力去push这个netbook 对他的notebook是有伤害的 所以他们有一点尴尬 所以说在netbook的市场里面 ASUS Acer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两个双A的竞争会如何 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们再进入这个ASUS这个期间 再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事情ASUS发生了 跟着另外一个很大的事情一起发生 那就是金融海啸 EPC是发生在金融海啸之前 2008年9月 Leven Brothers倒闭 所以说倒闭了之后 三五个月 现在这个海啸的威力展现出来了 全世界像救火一样拼命的在救 所以说金融海啸发生了之后 所有的全世界人的消费的心态要改变了 以前是an age of excess 过度消耗 未来要进入一个an age of less 要减少消耗 我们过去耗用了太多东西 所以说石油会贵到一桶150块美金 因为我们全世界都在烧油 开着车到处去跑 那么你消耗这么多 那么产油国家要产了 需求那么大 需求增加那么多 产油速度慢 所以说油就涨那么多 所以我们大家过去过度的消耗 这个时代不能够这样继续消耗下去了 那么我们过去也产生了太多二氧化碳 这个地球也承受不住了 气候都改变了 所以不能够在阶段这么多二氧化碳了 这个二氧化碳都是由我们excess 过度消耗的关系 而且我们也过度的消耗各种的资源 银铜金铝铁锡 什么东西 玉米黄豆 你讲得出来的东西 全部我们都是在大量的消耗 虽然说再生能源 所以就种那个甘蔗 提炼酒精来代替石油 巴西做的很多 因为巴西阳光土地很多 所以他种了很多甘蔗 用提炼很多汽油 很多酒精 但是你知道种甘蔗 你也要用水去灌溉的 需要很多水 那么那个你种久了 土壤也会坏了 你要需要肥料 除虫除草 也是很多的消耗 好 我们现在大家要开始 尤其西方国家 因为他们过度消耗的最厉害 欧美国家 Lifestyle of conservation and simplicity 大家过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要很注意去多去节约 Conserve of energy Conserve of resources 要用一个节约的心态 不要反对过度挥霍的浪费 然后简单一点的生活 那个卢梭写的湖滨散计 就讲说他在湖边怎么样过 非常简单的生活 吃素的生活 那从里头体会到 这个很多哲理 叫简约 过去太鼓励消费 鼓励消耗 美国就是 Economy of consumption 每个人拼命消耗 拼命借钱 拼命贷款 分期付款 然后市面就非常的繁荣 每个人都在消耗 那么每个人 merchant就做很多东西 生意非常好 那么我的生意也很好 你的生意也很好 你赚的钱我就消耗 那我就消耗你生产的东西 你就消耗我生产的东西 大家都在消耗的时候 整个市面就非常繁荣 经济就非常好 就是那过去是鼓励消耗的 但是消耗过了头之后 也撑不住了 所以美国就消耗非常的大 他自己产的东西又不够多 都什么中国世界各地的东西 很便宜卖到美国 美国就消耗消耗消耗 可是美国卖出去的东西 变得少 所以他就一直是出超过 花钱出去买一家的东西 这么多年下来 他花了太多钱了 让他自己国家的钱变少了 他就变成都在跟世界各国借钱 在花 所以这样子大量消耗是不行的 An economic slump for one country is an economic slump for all countries 任何一个国家 假如经济衰退了 会影响全世界就衰退 因为世界大家的经济连在一起 所以说大家也没办法看着美国经济衰退 还是必须要去继续去买他的空债 继续要合作 来共同来打击这个金融海啸 一个很明确的事实 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开始收缩 contraction 要减缩 以前是expansion 扩大扩大扩大 经济的规模 scale 什么都扩大 现在是要缩小 this is a fact 所以我们看看 过去这些年来的经济的变化 开始的膨胀 什么地方都在grow 美国也在grow 英国也在grow 台湾也在grow 中国也在grow 全世界都expansion 那么grow带出来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产生通货膨胀 就是东西物价都上涨 各地方的房价都在涨 拼命的涨 等一下我给大家报告 这个英国的房价过去十年涨了 涨了一倍 expansion之后 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撑不下去了 各国看经济过热 就提高利息 要大家经济冷却一点 否则的话物价这样超级上涨 可是利息高了之后 美国很多人房贷付不出来了 然后房子就欠银行了 for closure 就是搬家逃跑了 房子就丢给银行了 银行就一大堆烂账 可是这些房贷 卖到全世界去变联动贷 所以全世界跟着都倒霉 所以这下子 全世界都紧缩了contraction 紧缩再下来 会不会变成经济萧条 recession 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说今天全世界美国这么紧张 花这么多钱投入它的这个经济 就是想要把这个国家 在往这个recession路上 把它拉住 刹车刹住 不然要去滑落到这个recession 那么就很惨了 以后就会像日本一样失落的十年 经济坏下去起不来 1920 30年 这经济这样子 这个大萧条下去 就非常怕产生大萧条的结果 所以现在拼命花钱 去把这个contraction止住 不能滑到第四个阶段recession去 但是这只是政府的拼命花钱在救 但是老百姓还是必须要心态上 不能在过去那样子 拼命的花了 就变成一个an age of less 大家要习惯物资变少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你要知道全世界 是要从一个紧缩的现象 可是这个文章 在一个月之前 跟在一个月之后 大家的心态上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这两三个礼拜 全球股市什么什么都大好起来 G20开完会之后 全世界的股市都好起来 现在有一片 好像这个到谷底那个样子 很多燕子来了 你看这企业主 说一些非常正面的话 好像所以大家的担心 又好像不必担心了 但是又还有人就说 这个大的压力并没有解除 这只是现在在旧的这个钱砸下去 稳住的一些这个暂时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土在这个时候 这个还是不能够轻易的乱花钱 Cash还是要把握住 以备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你才可以过冬啊 好 那么我就来说一下 2008年第四季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ASUS 这个师从堂信心满满 他认为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可是到今年年初 一检讨发觉 ASUS 2008年第四季 亏了几十亿 怎么回事呢 最后检讨发觉 ASUS进货进太多 被料备太多 他的销售没有预期这么大 所以说库存积压的一塌糊涂 这个ASUS在美国 必须去这个租很大的工厂 来堆他的库存 库存就是吃掉它 非常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revenue 就赔了库存赔掉了 另外还有就是金融海啸了之后 这个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这个很大的变动 那ASUS没有看到这一点 它汇率上也损失了非常多的钱 那么这个ASUS就是检讨 他就说我们这个公司 过去实在是太过度强调 Engineering R&D 对于其他部门 关心照顾奖赏 确实比较少 所以他承认 他除了RD的制造之外 其他的部门是能力还嫌弱 譬如说去挖去这个汇率的变动 在ASUS里面 竟然还没有搞清楚 是业务部该负责 去挖去的汇率变动呢 还是财务部该去挖去这个事情 所以还没有没有搞清楚 所以比较说他的制度上还没有上轨道 第二 为什么会进了这么多的这个 这个 parts 这个库存呢 积压这么多 也没有一个机制 会去 去这个monitor 这些事情 你必须monitor非常清楚 就你外面卖的怎么样 这边进货进的怎么样 生产的schedule怎么样 你要盯得很严的 可是ASUS没有这个功夫 就那边 外头sales 总经理说 我们这个东西一炮而红 全世界其他人都没有 只有我们有 所以我们要大推特推 这个大家 一直喊的好好好 这个 万岁万岁 这个一阵的欢欣鼓舞 可是外头卖的并不如预期卖的那么好 可是这边呢 进货 备料的人呢 非常的乐观 备了一大堆 就怕说东西出来的时候 人家卖光了 还要排队在等货 我们还没有做出来 所以从日本的那个经验 他们备了太多货 他货不备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到了2008年 你年底的时候 金融海啸已经发生了 那些供货的供应商啊 就跟这个SUS讲 奇怪啊 怎么外面其他那些厂商 通通不叫货了 怎么只有你家 还拼命地在叫货 SUS啊 真的 所以才警觉到 其他所有的PC厂商 都已经停止叫货了 进货了 SUS还在那边大进特进 连供应商看不下去 才问他说 你们为什么你们家 他还持续在进货 所以他发觉他货进的太多 都堆积再买不出去 这里面是一个 金融海啸是一个经营上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所有的经营组啊 企业组啊 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也不晓得这个东西 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只是忙着在你的engineering 你的product design 你的好的feature 你一直关心这个事情 你这个天下大事 经济这样大的变化 你没有花那么多的心思 那个SUS的总经理 他承认 他说他80%以上的时间 都花在product上 engineering上 他对于其他的财务 什么的 他其实是没有关心的 这个就是一个 你做一个大品牌公司的 总经理的时候 你不能还像是做制造的 你的重心还都是在制造 不行 你必须要act like the CEO of a brand company 你必须像一个 brand company CEO 该重视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 你自己要专心 那王正堂也承认 就是说我们是在全世界 这个PC的branding 我们还算是第二流的 那Acer是比我们高一流的 人家打branding打了很久了 所以人家公司的这个运作的流程 是比我们成熟的 那么在今年初 那个王正堂在Las Vegas 全国的 他的这个全世界的这种Sales 都一起来开会 然后讨论了半夜 决定说还继续要攻 就是说我们开创了 这个Netbook这个事业 然后我们还有好多的 这个product 新的product design在这个pipeline里面 一直要推出来 我们还继续要去 借这一波 要去再去打这个江山 采取一个公式 所以学过兵法的知道说 这是一个最高层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决策 不是手势就比较conservative 公式就还是要花钱去push 那么ASUS看到的只是 台面上的这些 notebook的manufacturer 那么现在除了双A之外 又出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对于这个netbook 非常大影响的一个竞争力量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所以ASUS要怕的不只是Acer 它的竞争对手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竞争的力量在哪里 每个人去想一想 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都不看报的 很多公司 这个你们这个学管理的 学商的 你必须要对这些 这个周遭发生的事情 你要关心 在学校里的时候 你就要常常开始关心 你出去做事更需要关心 你manager不能够是 只是在公司里manage这个group 你必须要知道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只要不晓得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leadership 你的management是会错的 那我跟大家讲 现在对于netbook的 最大的一个可怕的竞争威胁 是大陆上的山寨本 山寨手机 山寨笔记本 他们叫做山寨本 山寨机 是山寨的mobile phone 那山寨本 是山寨的notebook 那么山寨机的成功 这个工程是联花科 联花科把所有手机里的功能 全部做在它晶片上 然后让那个制造商 反正拿了联花科的这个 这个solution来 在外面搞个fancy的盒子 自己加一点的功能 写一些soft application 就卖非常多的 几个月就 骂得多的要命 在山寨本里面 有完全相同的模式 这个主角是谁 谁是山寨本里的联花科 你们真的是不看爆的 威胜 威胜它也把那个 也变成开发晶片组 也到了山寨本里面的核心 它就是学着联花科 把所有东西都开发在里面 那么你要做山寨本 然后再买我的威胜的solution 那威胜它也搞了一个策略联盟 把这所有的相关的都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集合来 把这样子一个 主要的核心的solution东西 通通都ready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solution的platform买去 加上一个壳子 给它统统搞 非常便宜非常迅速 你可以做出很多种花样来 核心都在里面 而且这个威胜做老大 把大家通通都联系好 interface也做好 然后品质也确定 说不要出来搞灿烂屋 就你这个component坏了 所有人家就不能买 所以说得再做这件事情 那么山寨机非常成功 山寨机在大陆上已经上亿支 山寨机也已经外销到 其他的这个国家去了 山寨本会不会跟山寨机一样 这么成功 这是一个很大的question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那么这里面一个差异 就是山寨手机 这手机的profit margin 是很高的 因为它很fancy 都是几个少数几个大厂 Nokia 这个Sony Ericsson Motorola 那个Samsung 这个大厂 这里头广告行销费用蛮高的 因为它新出来的model很酷很炫 所以就卖两万多块台币 卖很高的钱 是它那个新颖fancy 让人家觉得愿意花很多钱 在山寨的这个笔记本这个市场里 没有什么人因为他那个笔记本很炫很酷 外形造型很酷 而愿意花很多钱 所以这个里面人家说 这个notebook里面的profit margin 没有那么高 不像那个手机那么高 所以说手机可以去 去把replace那么高的margin 这个notebook里 不容易有挤出来那么多的这个肥肉 另外呢 就是这个手 这个手机里的功能呢 是可以 都在联发科都开发起来 在notebook里面 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那在notebook里面 两个最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技术 一个就是intel的cpu 一个就是microsoft的这个软体 OS软体 那么现在大家在打这个山寨本的主意 就是不用intel的cpu 改用wason的cpu 或者是amd的cpu 甚至是arm的cpu 那么再来 打的主意 像那个wason现在还用microsoft的软体 可是未来再便宜的话 连microsoft软体都不用 可以用一些linux的软体 所以你就努力的在replace西方大厂的这个的内涵 用local开发出来的东西 才可以价钱不断的压低 不断的压低 好 我们看看 这种大家都在隔着wintel的命 window and intel 这两个一个硬体 一个软体 他们结合dominate这个pc市场 十几二十年了 所以所有的其他的厂商 都虎视眈眈 想要打破这个wintel的这个 这个强大的力量 google开始了 google因为它股价非常的高 雇了非常多聪明的人 他就想了非常多的点子 去革命 google最近说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让这个 就是让人家email里头送video还是干嘛的 这个免费啊 什么地图资讯的搜寻资讯 反正是 这是很庞大的一个功能 而且不要钱 所以说是非常的威力非常大 google就出来一个软体 叫做chrome 对于mini computer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都想要去replace中间那个核心 那我们回忆一下 这个mini computer的前身是什么 前身就有人说一个 做个100块美元的laptop lap就是气概 laptop就放在气概上的电脑 100美元 100美元才3000块台币 现在netbook要1万块台币 当初人家target出来 是为了减少数位落差 在这个underdeveloped country那些穷苦的小孩啊 没有电脑就跟不上这个 这个网路跟不上这个资讯这样交流 所以他们就会越来越落后 越来越穷 所以有一些这个 这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呢 就是要帮助开发中贫穷国家的小孩啊 能够透过这个电脑网路啊 可以获得资讯 所以说就出来了一个100块美元 这个小电脑这个构想 那么这个100块美元呢 其实是很难做到真的100块的 就是说是希望啊 政府要补贴 government subsidy 那么比如说啊中国政府 你说边疆很多穷苦小孩 你就拿点钱吧 你大批买这个laptop 发在那个西藏啊 青海那个地方的小孩吧 印度政府你要不要发钱去 可是这个政府啊 也没这么做 所以这个100 dollar的laptop 也就没有发生 那么曾经去委托广达 广达也就试着去做 去设计这个最便宜的这个 这个laptop 他除了说希望 那个穷国的国家补助之外 他也希望有钱国家的基金会 像是比尔盖茨的基金会 你拿个几亿出来 去买这种laptop 发到边缘的那个国家的小孩 这也是好事一桩 所以这个基金会也没这么做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100块钱这个laptop 不成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即使拿了这个补贴了 把这100块钱的laptop 给到偏远地区的小孩子手中了 这小孩子又能干什么呢 这个不是一个hardware送到他家里 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大家考虑到说 这个穷苦的小孩家里连电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要用手摇 或脚踩去伸电的 这个已经考虑到了 但是他有了电 他能够会操作中的吗 有没有老师去教他怎么用 那老师也不会电脑 而有了这个hardware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software 有没有什么你要教书 英文化学历史地理国文 教材有没有上去 我这个小孩子拿东西能够干嘛呢 就教育的content education content有没有开发 没有 应用的软体有没有 不够 那distribution system 怎么样地distribute出去 中间被谁贪污了 这个坏了怎么修 谁来教他怎么用 你假如在谈上网 很多麻烦的事情 那个偏远地区 它其实它太落后了 这些事情通通都没有 所以你只出了一百块钱电脑 这么复杂的问题里面 只有这一个环节具备 是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当这些其他环节没有解决 这个东西是行不通的 所以说 There are many other missing links 其他还不具备的环节还很多 所以一百块钱的laptop 就不成功了 胎死腹中 那么后来啊 又有另外一个effort 叫one laptop per child 一个小孩 世界上每一个地区的小孩 都希望能够让他有个laptop 这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理想 那么最早initiated by Professor Necroponte 这个MIT的这个media lab 他有这样的构想 那么现在是有一个女博士 叫Mary Lowe Jepson 她持续地在push这个 这个OLPC这个东西 那么其实她都已经有brain cancer 那这个女教授还是非常的积极 到处跑 常常到台湾来 因为台湾是做这个 Noble的重镇 什么东西要做的便宜 一定要到台湾来 所以说 她呢 因为她自己是个光电博士 她说 她要为了这个理想 要把她的所有的时间生命 都来追求这个理想 那么她就是说 她的技能那技术 她要来做最便宜的 flat panel display 就像今天 今天的这个 这个liquid crystal这个东西 TFT LCD还太贵 她希望是在这个 flat panel display上 有一个突破 突破到什么程度呢 她用电量只是 今天TFT的2% 这么低 然后可以非常的便宜 她一直想要在这个方面有个突破 让这个laptop变得便宜 就会往前一大步 现在laptop很重要的一个cost 是在display上面 它有这样的心 那我们从台湾人说的 这个降低成本 是最厉害的 所以只要有这个心呢 可能总是会找到答案的 目前呢 这个PC要到180块钱 能够做到180块 还不能做到100块 那么Dr.Jepson's goal is to make it happen 75块钱 他觉得说 eventually 这最便宜的PC 可以低到75块 但是现在 还是有100块的落差 那么 其实这个东西 也还是有后面后续 我前面讲的那些问题 那些应用跟不跟得上来 为什么山寨机 可以这样子迅速的 成长得这么快 山寨本 这个one laptop per child 这种山寨的笔记本 发展会这么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知道吗 不是钱的问题 手机啊 从八岁到八十岁的人 都可以用 文盲也可以用 笔记本是谁用的 笔记本是要有知识的人 才会用的 你小孩子 你要去学习才会用的 文盲不会用的 八十岁的人 农夫 不是这农夫太会用 他跟着儿子女儿 跟着这个市场上沟通 我买两斤猪肉 我这边有一袋子玉米 你要不要买 那拨几个号 讲话 这谁都会 可是笔记本 是你要跟这个电脑互动 是一个data processing 这个是要有知识的人 才会用的 学习或者工作 所以这不是一般人会用的 所以是山寨本的市场 应该是会比山寨机小得多的 当然很多人 他是没有钱买到 那个贵的那个山寨 那个regular的notebook 现在他有个choice 就是netbook 他现在有个choice 山寨notebook 更便宜 那大家有这个更便宜的 不要买那个中间的netbook 所以说对netbook 其实是有威胁的 好 大家对这有什么comments More about PC 看EPC 有些什么comments 那么 EPC 他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 就是Swatch 瑞士的表 瑞士表呢 是inexpensive and fashionable 不很贵 但是设计很新颖 所以你带一个瑞士表 你觉得那些很酷 钱不用花太多 不是luxury brand 但是有设计 有新颖感 代表是你是年轻 你有朝气 那么瑞士表给你什么 给你一个最高的value to cost ratio cost低 但是value高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 任何事情都是有个VC ratio 对于那个luxury品牌 名牌的东西 value很高 cost也很高 那你要怎么样 value高 cost比较高 那么我们台湾的都是 OEM service provider 永远都是想 怎么样在这个VC这个 这个Ratio上 努力的在把这个C降低 一直在降低C这件事情 可name brand的designer 永远都是在想 怎么样increase那个V 所以品牌业者 想的是怎么样 把V拉高 我们制造业者 怎么样想的把C变小 所以这样的Ratio变大 所以这mentality 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 最后这个V除上C 是要很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两方面都要去努力 不要只单方面 看到是C 努力在减少cost 那么新的notebook的market 看看说卖给谁 那么全世界已开发国家 这种设备 已经具备的很多了 全世界人口有多少 六个billion 有一个billion 已经有PC了 就像诸位 就属于那个一个billion 所以诸位已经比世界六分之五的人 都信服了 好 Low price PC create a new market of another one billion people 所以第二个billion的people的人呢 当这个便宜的PC 起来的时候啊 他们就可以变成 第二个billion的人呢 在M型社会 高品大品牌的notebook 当然有钱人是买的最贵的 买这个 这个Sony的 买这个 这个Toshiba的 low price note for the poor people 那么经济稍微差一点的 他可以去买low price 也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那些开发中经济 经济稍微好一点 先好起来一点 相对上比较有钱的 这个价格对他们比较能够接受 所以在那个国家里面的人呢 也开始从这个 那个netbook开始买起 经济再好一点 再upgrade到 更advanced notebook 所以是确实是有这个市场需求的 那么 Steve Jobs 在Apple的design 这个创办人呢 他有 五个lesson 他对于这个一个新产品的 这个五个看法 第一啊 就是你要做这种fancy 最新颖的产品的人呢 你一定要learn to say no 你一定要有所不为 你不能什么都做 那你一定就跟人家一样 你要变成非常的挑剔 非常的这个龟毛 对99都是说no的人 所以你那个只做的那一啊 就一定非常的突出 非常的特别 第二 put customers at last 这个是跟你这个行销学上 所有讲的都是相反的 其实他在你要去问顾客要什么 要去满足顾客内心的需求 顾客至上 用顾客永远是对的 Steve Jobs 不要理会customer 他们懂个屁 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做出来多好的东西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可以做出来最棒的东西 他们从来见都没有见过 想都没有想过 这个东西是可能的 所以只有你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加上就是 充分的强烈的emphasizing on the supply side 不要去理会的demand side 当你东西够棒的时候 你一出来一鸣惊人 每个消费者都膜拜 哇你太棒了 这是Steve Jobs的口气 第三呢 追求perfection irrespective of cost 不计成本的追求品质 不管成本多高 反正你就是追求品质 把那个品质做出来了 消费者哇这么好 然后消费者愿意掏钱 去买这个最好的东西 反正你就去做最好的东西 不要管钱 只要好 只问好不问钱 这就是Apple的调调 他才可以在市场上 创新做这么多的 最新最好的东西 你要能够做这么新颖的东西 给他们要最大的权利 不计成本 你只要去想 也不要去问消费者 你就闷脑子去想 你一定要去顾到 最聪明最好的人 sharpest people 假如你过来的人的水准不高 这些人是变不出什么新把戏的 第五个lesson 创新怎么来的 创新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把你知道的东西 再extend再拓展出去 然后再去connect 把所有的资源资讯 跟消费者把它接起来 你就是innovation 那个Picasso说 Good artist copy Great artist steal 他的意思是 天下的idea 其实大家都存在在世界上 大家就是超来超去 学来学去的 张大千 他也是跑到敦煌去 临摹了很多年 学人家的话 张大千在 这个出道的时候 没有这么有名的时候 他也临摹很多话 也是 就是那帽的古人的名字 做一些假话赚钱的 所以copy 大家都是copy 可最后你copy到了 水准到很高的时候 你就可以画出你自己的风格来 iPod Extends from MP3 MP3比iPod先出来 iPod身上带一个小小的东西 用digital的方式 储存几百几千首歌 然后让人家戴这个小盒子 他听 挂了个耳机 可能很时尚 很炫 然后你有这么多首 上千首的selection 你以前那个Sony Walkman 可能你们都没有见过 一个小碟子 常常身上还要搞一个袋子 都放很多很多CD片 拿个CD片放进去 已经觉得很酷了 对不对 在你们都会想 很笨很粗的东西 那么所有的东西 不要挤在这样一个小洋火盒子上 所以说已经有了 MP3已经有了 iPod extend出去 从现有的观念 extend出去 iPhone extends from cell phone 就是你拓展出去 不是什么东西 创造东西是凭空想出来的 你都是把现在市面上有的 你再拓展出去 再做得更好一点 你假如坐在天上 每个人都觉得高不可攀 那就没有connect 就没有跟消费者的心 能够连到一起 你做的东西要消费者 哇 这么棒 我爱 我爱 这才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 innovation of EP 到底它innovation在哪里 它在创这个EPC之前 它曾经去深度访谈了 超过1000个PC illiterate people 就是不太会用PC的PC文盲 然后告诉他 你来用用看这个东西 他会说 开关在哪里 怎么开 怎么关 这个Mouse怎么用 什么那些 从最不会用PC的人 去体会到他们的困难 他们使用的习惯是什么 他会发觉了 老年人要上网 跟那个子女同email 他们也想要学 但是看不见 所以要比较大的字体 那么最好是 voice activate command 而不是用手打的 就比较natural language 用自然的语言 去指挥这个PC 可是这个PC都是 这个工程师设计的 那么工程师 他很熟悉这个东西 可是他们也想到 使用者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想到一个例子 我全阵子在用一个 什么设备 一个音响 我用我们家一个音响 我放CD片进去 我找片的那个panel 不知道怎么play Panasonic做的 它可以五片 五片CD放进去 它有一个 就CD player上面 有一个random 一个 另外什么键 然后就一二三四五 然后我要play那个第二 我把第二一个按 红了 然后再怎么样 没办法叫它play 叫它放歌 找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样play 我就按了random 它就乱跳 有的时候跳到三 有的时候跳到四 比如说最后 我要放的第二片 我把第一片 第三片 第四片 我统统都把它拿掉 所以那个转盘里只剩一个第二 然后 就按那个第二 我必须要按random 才能够放歌 它就是说 它到那个第二片CD里面 歌是从第十三个歌 第五个 第七个 这样跳着去放 哪一个人 混蛋知道 我要放歌 就要按random 叫就放歌 就要按random 有这种 没有让它放一个play 没有这种东西 要按random 就是engineer设计出来的东西 让我这个变成个呆子 好 那么 这个EPC 它当初设计 它说它非常的 就花了很多时间去 跟那些 平时不用PC的人 去学习 看他们会需要什么 就look from customers perspective 他们从这个眼光来 因为 你要开拓新的user 你不是想要卖你的EPC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y used notebook 那些已经用notebook的人 不是你最主要的客户 你是要想要去打进那些 以前不用notebook的人 创新的科技 是开发出来 是满足顾客 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而那个unvealed unrevealed 没有显现出来的需求 是你必须要花心思 去探索 去探讨的 你才能够把消费者 心里那些 没有被满足的地方 能够把它满足的 所以说 那个ASUS是很proud的 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 然后发觉上 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可行的 可是 他的advantage 没有太久 几个月之后 Acer就跟上来了 那么我在讲说 ASUS 2008第四季 亏钱的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他没有预计 他可以卖那么多 因为Acer赶上来了 那么他又发现一个事实 他说 这Acer的这个Aspire One 谁做的 谁帮他做的 广达帮他做的 那ASUS的这个EPC 谁帮他做的 合硕帮他做的 他知道 广达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noble manufacturer 所以说 广达的制造的威力 是不容小看 而Acer也是台湾 在全世界 这个PC notebook里面 也是第一品牌 他打品牌 打了这么多年 所以说 他知道说 Acer这个公司 这个品牌公司 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这个Acer加上广达 这个组合威力是很大的 所以广达做出来的东西 也很快 Catch up非常快 品质也非常好 所有的这些优点 人家都具备 所以说你虽然是先 可是没有那么多advantage 所以说这也是ASUS 得到的一个教训 ASUS Success in China 那么 你要变成一个品牌公司 中国的市场是非常重要 它在中国的市场 2007年比2006年 double 它从第五位 notebook的品牌 已经升到第三位 说ASUS 品质坚肉盘石 在大陆是很相信的 买主机板就说 ASUS最棒 那么它在大陆 也耕耘很深 它跟40几家的大盘商 都已经维持了 七年的合作的关系 你是一个品牌公司 你必须要透过 这个channel才能把东西卖出去 所以它有这些 wholesale的channel 那么它也雇了4000个大学生 到那个店里去 帮忙每个店 去说明解释 安装 人家来买电脑 会教人家 surveying customer the comments 就知道说customer 抱怨些什么 问些什么问题 帮忙这个店家卖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大学生part time 钱不多 但是他们又懂技术 所以说请他来做店里面的 你的ASUS的推销 推销员 这是很好的一个策略 那么ASUS 你要成功 channel是最重要的事情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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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king 我下一次来讲一个channel 多重要的一个报告 Why ASUS faced first loss in fourth quarter 我刚刚讲过 是过度optimistic 觉得EPC会卖得好 结果component就库存太多 那么低估了金融海啸的威力 那么devalued exchange rate of europe的dollar 去忽略了欧元跟美元汇率的变化 underrated the strength of Acer plus广达 没有重视到Acer加广达的影响力是这么大 那么也没想到 unexpected intruder 杀进来的陈咬金都不是那些原有的既有的notebook的vendor 而是山寨笔电 那么山寨笔电的英文翻译叫做Robinhood Mini Notebooks in China 或者VIA的CPU chipset 那么ASUS还是跟着Microsoft的 它这个 那个Intel现在很受不了这个山寨笔电 所以Intel的Atom CPU也降价很低 希望山寨笔电又买它的这个Atom CPU 所以说大厂通通要看着 也不能把那个山寨当成地皮流氓不理它 必须要要加入它 因为他们的量实在太大了 好了 Why are PC and TFT LCD all moving towards consumer market? 为什么PC跟这个TFT LCD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通通都转向了消费性市场 PC也不像什么这么高贵的一个IT产品 都是每一个人个人personal的一个东西 带着随便跑到家里看video的 为什么都变成一个消费性市场 因为这些东西啊 只要你品质足够而价钱便宜 这两个 The feature is good enough Price affordable 就变成大家都可以身上装一个 那么upscale customer是有钱的customer 已经所有天下的东西它都有了 汽车 洋房 电视 平面 电视机 电脑什么都有了 那么the business market in developed country 也saturating 就是先进国家的这个企业市场的 现在都要contraction 都要紧缩了 也不再买东西了 所以现在东西都卖到哪里去呢 只好卖到消费者去了 卖到家里去了 卖到developing emerging economy 经济渐渐渐好转的那些收入比较高的那些人去了 The demand from the middle to upper classes in the emerging economy are growing rapidly 就是这些金砖四国收入比较好的这层 泰国 马来西亚比较好的这层 他们是很大的一群人 那么现在强调的就是affordable luxuries 就是本来看的是很奢侈的 但是平价奢华 这个netbook摸起来看起来也非常有质感 品质非常好 可是价钱很便宜 Flourishing of山寨 product in China 那山寨 product就是catch的这两遍 功能足够好 价钱超级便宜 所以说emerging economy的人怎么能resist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他可以reach到的这个程度 可以有一个东西是他以前没办法拥有的 好 你再看一个事实 Dell Computer在台湾成立一个R&D Center 2002年就成立了 目前差不多有400人 有11个实验室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这个acoustic 声学 你知道用声音去控制电脑 ventilation 散热的 以及工业设计的这些 我们要问说 为什么Dell在台湾做这个R&D Center 那么他还有一个lab 是在2008年才成立就是消费者的使用经验 就是消费者的使用经验 就是product functional designs were always done by designers in headquarters 就是这样的一个PC里头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功能呢 本来都是在它的总部德州去设计的 为什么Dell的consumer grade notebook现在完全交给台湾去design 因为它本来以为它高级东西 高明的东西 那些西方消费者 business 要用的function 它德州去设计的 可是consumer product全部交给台湾 因为它的consumer product是想要将来卖给亚洲的 卖给中国的 那么台湾的人最知道这亚洲的消费者需要什么 所以德州的人就想不到我们亚洲的人需要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交给台湾去做了 因为台湾close to consumers close to market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优点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lab close to potential users close to potential market 中国的市场 那么台湾有附近这么多supporting的PC 第一的components manufacturer IC designer technology也在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非常的competitive 台湾的那个notebookPC竞争非常剧烈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效率也非常高 这个竞争的品质全世界一流的 那么还有的 就quick decision making 就很快 你不能什么东西还要上个报告 德州做决定的时候 OK YES下来 搞不好一两个礼拜反应太慢 所以全权交给台湾的实验室 有这些好处 好 讲完了 那么 我再透露一个预测 我听人家讲 有人说啊 搞不好 速死2009年第一季 还不太妙 原因呢 库城还没有消化完 所以说 这也是道听途说了 表示说这个问题 其实是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雄心壮志要去打全世界的市场 你这些所谓的各功能 各部门 这重要的这些function 是不是具备 是不是熟练 公司内部的协调 这个沟通 是不是都做得很有效率 才是一个 你能够能打世界大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好 现在下课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